Hello 大家好 我又来了 临时给大家录个视频 因为今天有个人生的一个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大的事情发生 因为年龄越大嘛 孤独感越俗 尤其这两年感觉孤独感越来越严重 然后今天我们临时 在下午的时候临时做了一个决定 其实已经预谋好久了 要领养个孩子 再领养个男孩 所以就领养过来了 然后大家已经懂什么意思了吗 闪亮灯场 我的小十一 我家的第十一位成员 一个男孩 我新的儿子好乖 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我家已经称动物园了 但是一直想养一只免婴猫 因为它可以长这么大 它最大应该是可以长三四十斤 一米二长的 然后一直等从去年 从20年就想找一只 特别特别好看的 因为我一直在没有碰 昨天几点的时候 昨天应该是下午 还想了一晚上 今天绝对好逼一百里面 因为它实在太好看了 它有四个小白手套 刚刚五个月 所以它还没有长微博 但是颜色是不是超好看 是 灰蓝色 这个手套还是白白的 超可爱 有点害羞 我们 还可疑一点哦 为什么给大家录视频呢 又到了最关键时刻 干嘛呢 寻求大家给我们起个名字 我家排上第十一 第十一的情况下 希望大家给起个好听一点名字 希望大家跟着它的性格外形 长相 完之后呢 好多事啊 长相 给大家起个名字 它性格是有一点点内向 把他长相是超级无敌的帅 超级无敌帅 给大家拿招呼吗 你给大家举一下 让他看有多大事呢 刚刚五个月 好 给大家抱起来啊 耶 刚刚五个月大小 啊 哈哈哈 行了 小心胳膊 胳膊不舒服 那行了 那我们就立志录视频 赶紧 许云秋大家起名字了啊 大家一定要多多帮忙 爱大家